新北市公共托育中心已经成立了51家 而每一家都是各有优点的 像是其中台北桥公共托育中心 它则是以开放性区域规划为特色 欢迎社区家长带着孩子 一起到不同的托育中心增进亲子互动 骑小车子玩玩具 台北桥公共托育中心在各个角落做了区域规划 让0到6岁各个年龄层的小小孩 都有自己的专属区域 我们就是属于开放性的区域规划 那像重新公托 他们走的就是图书绘本 所以以我就是每个家公托所呈现的 就是会有不同的特色 那像三光他们的亲子馆 就是主要都是烹饪 所以才会是希望鼓励家长 就是到各个公托亲子馆都去玩耍 摇摇马 跳跳马 还有小朋友可以骑的玩具车子 都分别适用于不同年龄的小孩 另外还有放置软性玩具的区域 则是针对七八个月大的小baby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会有认知抑制区 年龄比较大的孩子 除了像我刚刚搭配的交通工具的部分 他会有抑制的拼图 交通工具的拼图 再来就是会有轨道 车车 他们可以建构附近的一个环境 然后来开车子玩 这个月以交通为主题 下个月就不一定了 因为这里除了做好年龄区域规划 还会每两个月在每个角落更换内容物 之前公托中心也跟玩具银行做结合 运用不少二手玩具资源 就连情境布置的松果都是自己捡来的 新美各家公托中心都各有特色 社区居民也能多看看 多比较 选择自己喜欢的托育环境 记者方针卡连续三重采访报道